看这个阵势又是明星地长 没错 归位已久的韩国武相Ring今天空降长沙了 他将以表演嘉宾的身份参加明晚湖南卫视2013快乐男生的总决赛 往常叫冷清的国际出口今天新增了好几名的保镖护卫 快乐男生方面的工作人员也早已在等候 11点20分Ring出现在了机场 好的 现在我们的乐远已经出现在了国际的出口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休闲衫 戴着一个紫色的帽子 眼戴墨镜甚至扣进食堡 还热情地跟粉丝打招呼 你可以看到粉丝已经跑起来了 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保镖在下的房间 旁边 先锋记者现在已经是埋没在了人群 划进身 你不好意思 不要这样子来 好 好 谢谢 打来干嘛 好的 任现在在上车前也不忘跟粉丝打招呼 现在瑞士进到了一辆黑色的分驰车内 车外有一群的保安在门外面把守 现在有很多的粉丝都在拍照 现在现场是一片混乱 看一下啦 你看一下 看不见 您看到车停留了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就已经开走了 留下的是激动的粉丝们 请问他要去哪里 去管店吗 你们好 拍到他的照片吗 你们好 你们拍到了他的照片吗 拍到了 开心吗 他拉了他 锁了呢 你什么 那么多的保镖你还拉到他的锁了 我拉了他一把 回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他开了 让他开上 可以照片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人过来参加什么的 我从05年开始喜欢他 我从05年开始喜欢他 就是有那么多的含量 我明星为什么就是会那么多 因为他大概我们的是正能量 从哪些方面呢 他从对事业上的执着 还有在人品方面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努力 还有他的谦逊 所以我们是 我从05年开始喜欢他到现在 那你们会觉得快男现场去吗 一组记者还在现场采放粉丝 另一组记者已经在飞车追Ring 希望能在酒店下车时 还能拍到一些Ring的画面 可是车已经是飙到了一百码 却依旧没有追上Ring所坐的车 Ring是继2010年快乐男生总决选 宋慧桥出任颁奖嘉宾后 第二个登上这个选秀平台的韩国艺人 而在总决选上的表演 则是Ring退伍之后在中国的首秀 可见湖南卫视平台的吸引力 快乐男生品牌 在年轻观众中的号召力 近年来天鱼公司 和韩国造型机构均有合作 快乐男生的智商力和组合 也在开发韩国发展空间 这次与Ring的合作 莫非也预示着 今年快乐男生更深远的培训计划 我们拭目以待 先锋记者万蔡黄文俊长沙采访报道